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有一架美國軍機的軌跡 就被形容為相當詭異 懷疑是從台灣本島起飛出發 跨越東海直奔日本 這件事受到了大陸非常強烈的反彈 尤其是官媒環球時報 還在下午出了一篇社評 聲言說要被蔡英文當局 一個強烈的警告 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大陸的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所說 在星期日的時候 有一架美軍的EP-3E偵察機 本身在沖繩的加首納空軍基地起飛 前往南海從事偵察活動 其後有好一段時間沒有訊號 忽然之間這架偵察機 就在台北對出的海域出現 而且還經過東海前往日本 懷疑從台灣本島起飛出發 但他們也有兜底 就說這趟異常紀錄 不排除訊號錯誤 導致軌跡偏差所引致 台灣方面 暫時未對這件事有所回應 即是說 截至目前為止 仍然未有確實的證據 證明得到 這架美軍偵察機 真是從台灣本島飛出 在8月中的時候 網絡也曾經風傳過 說有美軍偵察機 是從台北的松山機場起飛 但在當時 台灣當局很快已經出來否認 至於今次 大陸的反應比起台灣更快 而且做出了一個非常強烈的反彈 在今天下午 官媒環球時報出了一篇社評 標題是 需要給蔡英文當局一個根本性的警告 裏面說到 如果台灣和美方已經做了美國軍機 在台灣起降的安排 這就是非常嚴重的事件 已經踩到大陸維護國家統一的紅線 如果大陸掌握了確鑿證據 就可以摧毀相關機場 以及降落在這個機場的美國軍機 台海戰爭將會就此打響 嘩 說得非常厲害 首先來說 究竟你是否真的有證據 加陣市 其實這架偵察機 它是有一段時間 是沒有了那個信號的 另一件事 正如這個所謂南海戰略態勢 感知計劃所說 是不能夠排除 因為錯誤信號而導致路徑偏差 在這個初期的階段 查都未查清楚 就已經說到要喊打喊殺了 講不講得通呢? 更何況就是我很好奇一件事 若然最後真的證實到有一架美軍軍機 從台灣的機場起飛的時候 那是否真的意味著 這個台海戰爭會就此打響呢? 事實上在2015年的時候 正正就是有一架 美軍的FA18大黃蜂戰機 聲稱機械故障要緊急降落台南機場 在兩三天之後 維修好了 就從機場起飛離開 2015年的時候試過的 當然那時大陸也有作出抗議 但這次不是抗議那麼簡單 就是已經踩到了大陸的紅線 當然前提就是 台灣和美方已經做了 美國軍機在台灣起降的安排 若然沒有做這些安排 比如說好像2015年那一趟 純粹是緊急降落的 就可能不算數了 那到底怎樣才算是呢? 我真是好奇 好了 環時還繼續說 說他們要再次警告 蔡英文當局和華盛頓 不要玩火 大陸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 十分堅定 不見這個老虎去跟俄羅斯說 前陣子在微博那裡吵到拆天 那些大陸網民說 叫你去收回海參威和百力 那時又說俄羅斯是不同的情況 真是雙重標準 然後這篇文章還說到 鑑於民進黨當局這幾年太順了 過度膨脹 不相信大陸方面真的敢動手 又不只是民進黨不相信 因為很多人都不相信 哈哈哈哈哈哈 他環時認為 我方要認真考慮 在台海問題上下一劑猛藥 什麼猛藥呢? 不是春藥 是要給蔡英文當局一個強烈警告 關於這劑猛藥 環時建議 要將台灣島的上空 宣佈為解放軍的巡航空域 解放軍的偵察機、戰鬥機 將會前往台灣島的上空執行任務 這些軍機一方面就是要宣示主權 一方面就是要核查台灣各機場 是否有美國軍機降落 各個港口是否有美國軍艦停靠 如果台灣軍隊膽敢向解放軍飛機開火 打第一槍 意味著挑起戰爭 解放軍應該立即對台灣軍事力量級 全面摧毀 實現武統 嘩!怎麼說到整個劇本好像出來了 難怪前排晚這麼放風 說大陸不會打向第一槍 原來想著整隻飛機去別人上空執行任務 駁人打向第一槍 不是吧? 如果台灣方面又整隻飛機去大陸上空盆船 那又怎樣? 真是不知什麼邏輯 好,接下來這篇文章還繼續說 說解放軍戰機去台灣上空巡航 風險不只是大陸有 更是台軍、民進黨當局和美方都有 那時將會是意志的較量 亦是實力的檢驗 嘩!它說得好像是禮真一樣 直接把沙盆推演都擺出來 這篇文章還繼續說 說大陸方面應該找一個恰當的時機宣布這個決定 並且實施解放軍戰機飛臨台灣島上空的首航 那個時機可以是大陸方面 捉到美軍飛機在台灣降落的把柄 又或者是美國更高層級的官員訪台等等 到時大陸派戰機宣示主權就會更加順理成章 亦都會得到國際輿論的更多理解 對啦!國際又是說第三國際 肯定第一國際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仿勾 那些人採不採你才行 即是說 他說就說得好像會發生的一樣 似乎層層一樣 但他們所說的時機 究竟是會何時發生呢? 如果是說美國總統大選之前的話 我的研判仍然是覺得 這個發生的機會是很微的 為甚麼呢? 若然大陸去搞武統台灣的話 就等同於幫特朗普吹票 等同於幫特朗普一把 幫他做助選團和啦啦隊 我不相信大陸會愚蠢 如果說11月之後 就會有兩種情況出現 要是Touchwood 就是拜登贏 如果拜登贏的話 即是說 有一個所謂總統交接期 之前有些消息都說過 大陸可能會在1月20日交接期的三天 就是會動手的 但我自己覺得 如果拜登上台 根本上他會對大陸鬆手 還動來托嗎? 對不對? 如果是特朗普連任又怎樣呢? 以目前特朗普和蓬佩奧的做事手法 以目前他們的對華態度來說 如果大陸真的動手的話 美國肯定是會出手干預的 他不會坐視不理的 你想想他搞了多少事情 在過去三年半想搞好美國的經濟 一鋪武廢大流行 就幾乎把特朗普搞定了 當然現在民望的支持度 慢慢都開始爬升回 但是如果他連任的話 他不會卸大陸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陸一定是會投鼠忌器的 不看憎免也看罰免 你動台灣不只是動台灣 而是會動他背後的腦袋 所以我從頭到尾的研判 都是覺得 你說台海會發生這個 擦槍走火 或者是出現戰事的機會 就不大 當然我不是說不會發生 我見有些網友留言說 你怎麼能夠判斷 一定不會 我沒有說一定不會 只不過我說的可能性是不大 我又不是故意去鼓吹戰爭的台 不好意思 最後我們想說說 教育局長楊潤雄 他走出來說 宣稱九七前後 香港都沒有三權分立 實際上這些說法 就不是新鮮 以前很多建制派的人士 包括譚慧珠說得最多 說香港沒有三權分立 事實上 我們看看《基本法》的傳聞 就真的沒有提過三權分立 而且特區政府也好 大陸也好 建制派也好 一直強調的是行政主導 但是吊詭地 這個行政主導也不在《基本法》裡找得到 他只是說《基本法》的條文 是能夠體現行政主導的精神 但是為什麼能夠體現三權分立的精神呢? 你也沒有問我了 因為不是我講的 是建制派自己去詮釋出來的 你問我的話 我當然是支持三權分立 但是來到今時今日這一刻 我們也無謂再騙自己了 究竟香港目前還有沒有三權分立呢? 當然是沒有 楊潤雄說了一個答案出來 由頭到尾都沒有 我見到有不少人在網上說 不是呀 以前我們的教科書都說 教我們三權分立是有的 待會又引用法官所說 香港是三權分立 對不起 這是美麗的誤會 由頭到尾 香港的基本法都沒有寫過說是有的 他只是說有司法獨立 他沒有說三權分立 那不要說沒有寫入基本法那些東西 就算基本法寫明 說香港市民應該享有遊行、集會、示威的權利 香港市民應該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大家問心 到了這一刻 你覺得有沒有呢? 而且也不要說以前的教科書怎麼教 教科書是會出錯的 尤其是說中國歷史的教科書 很多都是美化歷史的 美化這個政權的 尤其是說近代史 比如說八國聯軍才算 一味就說 怎麼列強去侵入中國 寧辱百姓 諸如此類 他不說 究竟這些八國聯軍是怎麼引起的 是不是那些教案引起的 是否慈禧太后去挑釁這麼多個國家 同時向這麼多個國家宣戰所引起的 好了 戰後賠款又說 中國的白銀大量流出外國 他只是說不說 美國到最後全部拿回大陸那時候 是搞教育工作的 沒有拿過你一分一毫 這些不說 好了 只是說有利於自己的事情 只是說有利於政權 現有這個政權的事情 所以教科書說的話 就不一定準確的 這個討論是很危險的 當然我還看到網上 哪有些人千辛萬苦地找到一些文件出來 就說教育局其實都曾經發過一些文件 就說香港是三權分立的 又或者某某法官曾經說過 香港是三權分立的 這些是他個人的詮釋 那時候是什麼 叫形勢被人強 其實由頭到尾 大陸政權也好 特區政府也好 沒有承認過這個說法 所以這個三權分立 在九七之後的香港 根本上就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大家可以檢視一下 由梁愛斯擔任律政司司長的年代 就已經發生過很多事幹 比如說最出名的最先那件 叫什麼狐仙案 只不過當時的事情 根本上就沒有消到埋身 所以很多人還是叫做什麼政治冷感 又或者是沒有留意 沒有關注 沒有理到 就當是沒有 當是有這個三權分立 從頭到尾都是沒有的 現在當然了 大家都知道 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對吧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